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穆贺兰道》 于2001年10月12日在美国上映 豆瓣评分8点3分 讲述了女主角丽塔在经历了一场 发生在穆贺兰道上的车祸后失去了记忆 后来她和另一个女孩贝蒂围绕着洛杉矶 寻找他们想要的线索和答案 但实际上他们找寻的这个过程 是一场超乎梦境与现实的冒险 这部电影我只看了一遍 但我想我并没有看懂这个电影 我只知道故事中的两个漂亮女孩偶然相遇了 在稍微了解对方的故事后 两人决定携手去探索 解除心中的谜团 两个女孩在这个追寻的过程中 像被人催眠了一样 分不清现实与梦境 我作为观众也没有分清 《穆贺兰道》是一条未知的被黑暗笼罩的道路 整个电影围绕这条道路在造梦 梦中人逃脱不出 局外人也看不透 足以可见该电影的导演功力之深厚 他没有随大流去拍摄 让观众通俗易懂的电影 而是很有自己的见解 用电影表达出自己的看法和思想 整部电影看下来总让人感觉 其中蕴含着众多的巧妙和深意 忍不住去回想 非要理出个头绪不可 感觉导演对细节部分的处理 有自己的某种偏执 电影中气氛的烘托 音域的选择以及后期的剪辑都很精心 整个电影也很精彩 在电影中导演用了很多光影声音黑暗去构造 去营造了一个梦境 这不仅是一个梦境 也是一个人性迷宫 在这个营造出人性迷宫里 梦境与现实是颠倒的 交织的 那些隐蔽在内心最深处的东西 在梦境中被赤裸裸的呈现着 我想会被困在这个迷宫 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迷宫是根据现实素材营造的 困在迷宫中的人仿佛被催眠了 感觉身边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真实清晰 真实的让人分不清现实与梦境 实际上我想梦境也是现实折射出的 当梦境与现实交织在一起 很难去区分 更别说找到某个出口 进而脱离出来了 我从未想过我会一个人看完这种有点惊悚的电影 只能暗暗的鼓励下自己勇气可嘉 我们自己在做噩梦时可能会被吓醒 或者是被吓出一身冷汗的 醒来后又忘了噩梦具体内容是什么 但是这次我发现 原来当别人的噩梦那么清晰的在我眼前放音 这更可怕 我在整个观影过程中非常紧张 整个电影中的故事很散漫 扑朔迷离 我无法猜测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导演加入的概念性的东西很多 盖过了剧情内容 仿若导演在故弄玄虚 但又在观影结束后忍不住去回想品味 虽然说我并没有看懂电影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给了我一些哲学性的启发 让我特别想去翻一翻弗洛伊德的书 了解一下心理学的东西 这部电影我打算以后有空时再看几遍 也许哪天我会突然毛色顿开 把导演埋的伏笔设定的细节全部弄明白 将整个电影看透理清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